习近平领导大转向 中国打算开赌场了 中国人是赌 但是中共建政后禁决赌博 是其唯一大罪行 现在却打算要在海南岛开赌场了 彭博社如是报道 如是 全球赌博首都澳门将面临挑战 据报道 在习近平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由多个机构组成的改革小组 打算允许在中国大陆的海南省开设赌场 网上赌博 六合彩以及体育赌博 彭博社这一消息来自与这一小组成员关系密切的人士 中共当局的这一掉头转向毫无疑问将是历史性的 在中国大陆 各种类型的赌钱 开赌馆 都是严厉禁止的 北京当局经常发动打赌运动 在过去 因赌博罪被管入监狱的比比皆是 法新社就此评论说 尤其在习近平发动反弹运动这几年 中共当局强化了对赌钱的镇压 但是 现在还处以初始阶段的这一截赌计划 将先使得打赌和赌钱在海南省合法化 然后下一步将允许在海南开发赌场 这一计划写入了灵活发展经济 吸引更多游客来海南岛旅游的发展计划之中 与此同时 海南岛目前正在为迎接更多游客到来修建众多的旅游 基础设施 不过 海南赌场一开 将成为临近的澳门最大的对头 澳门于1999年回归中国 这座原属于葡萄牙殖民地的城市赌博合法 赌博历史悠久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人以各种方式到澳门参与赌博 有的甚至一致千金 澳门虽然回归中国 但拥有高度自主权 自中国大陆的富人官员加入赌博后 澳门在赌坛 澳市群雄 以营业额计算 成了远远领先于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博首都 这两年 为了弥补中国大陆反贪腐运动导致官员负伤轻易不敢入赌场带来的损失 澳门所有赌场以多功能 超豪华 娱乐多样化来吸引普通大陆人加入赌博大军 澳门此举成功了 娱乐多样化吸引了大众 加之大陆的富豪们又悄悄回归 澳门赌场收入在2017猛增19% 超过330亿美元 今年元月 更是比去年同期飞越了36% 但是 海南一旦开赌 澳门的繁荣可能会遭到严重威胁 因为一大批中国赌徒就不必前往澳门了 不过 法新社引述分析称 即便海南开赌 当局可能不会把这一做法推向全中国 在中国其他地方 当局打算像从前一样 甚至更严厉地打击赌博犯罪活动 这一分析有明确的根据 上海法院去年夏天就判处了16位澳大利亚皇冠度假村的职员 他们的罪名是宣传赌博 当局指控他们组织中国的富有赌徒去外国旅行 其中最重要的旅行项目就是安排他们去赌场家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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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